由孙艺珍、孙艺珍、甜美都、金志贤、严宇震、李茂生、泰幻主演的JTBC新剧39在昨晚迎来首播,网友的评价呈现两极,而甜美都的角色更在网上引热议。 她在剧中饰演已婚男李茂生的红粉之己,人以朋友身份纠葛多年,女方还劝男方离婚,在轮边缘试探的互动让观众跌破眼镜。 Photo from JTB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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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甜美都在剧中饰演演技老师郑灿荣,非常毒舌但是为人真诚,而李茂生则饰演娱乐公司社长,是灿荣的闺蜜车美招,孙艺珍士,的前辈,性格沉稳,体贴。 两人通过美招认识,对彼此一见钟情,最后因为珍稀出国留学而分手。 Photo from JTB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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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第一集剧情中,珍与富家女将善珠凤子成婚,但已婚的她和灿荣一直保持着暧昧的朋友关系,平时会相约吃饭,电影,看不过去的美招总是已婚外情形容她们。 时灿荣也对这样的关系感到很煎熬,她问金珍,欧巴你不能离婚吗?如果我陪你一起出国留学,我们会是夫妻吗?你的眼神明明喜欢我喜欢的死,我们却只能吃饭看电影。 灿荣不是没想过要清界线,但每次都忍不住心软,她太爱她了。 Photo from JTBC Photo from JTBC每招长后会介绍两人认识。 一直想劝灿荣放下珍惜,是布伦,不是爱情。灿荣反驳,我比那个女人更早现,所以这不是布伦。 欧巴结婚后我一次都没跟睡过,所以别再说我们是布伦了。 但她也承识,自会努力戒掉珍惜的。 Photo from JTB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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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hoto from JTBC灿荣来珍惜公司找她。 没想珍惜的妻子善珠刚好也来了,灿荣顿时有点干。 没想到刚好下雨了,没有雨伞的灿荣狼狈的找避触躲雨,却看到珍惜贴心撑伞送老婆上车。 灿与珍惜雨中对望,最后只能看着珍惜载着自己婆离开。 Photo from JTBC Photo from JTBC灿荣因为在路上打了一个出轨男而进警局,让美招来保她。 灿荣感叹自己是双重标准,生在自己身上就是爱情,别人就是布伦。 可是美啊,我觉得,那是爱情,我至始至终都爱她。 Photo from JTBC Photo from JTBC Photo from JTBC 最后,灿荣还是痛定思痛,她约了珍惜见面,问她,你50岁可以离婚吗?60岁也行,只要你愿意离婚,我可以等。 但珍惜什么了?其实灿荣知道珍惜是不会离婚,她告诉她,我戒烟了,我也会戒掉欧巴尼的。 这次,荣能成功放下珍惜吗?令人心疼的是,下集预告,灿荣患上了绝症。 QQ Photo from JTBC,KDaily甜美都与礼貌声的感情线也网上引发热议,网友纷纷表示是义俊满足不了。 马竟然选这种男人,为啥演这种角色啊?一点都。 想知道小三的心理世界,讨厌布伦剧情,甜美都。 既太好了好可爱好美换别人年肯定骂爆。不知大家觉得灿荣跟珍惜这样算不算出轨呢? 30.剧情简介,人物介绍点这里立刻来follow我们的Instagram的,KDaily。 展你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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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